有民众骑车骑到一半时 碰到一名穿蓝白拖的男子 突然踹他的车 没有想到对方还呛瞎说 这么做是为了提醒他 要记得礼让行人 让民众一听超傻眼 而另外台式新闻也独家执习 在台北市大安区有驾驶大喇喇 违规停在人心道上 而当时看到别人前来劝说 还当场回呛爆发口角 一名骑士骑到一半身穿蓝白拖的男子 大脚突然踹了过来 实在吓了好带跳 骑士也纳闷到底发生什么事 只见身穿白的男子踹车后 一路走过来步步进逼还念念有词 突然他抬起脚踹我的机车 有想过他可是我的机车还是被踹到了 骑士也觉得莫名其妙 当天晚上十点多 骑车行进新北市三重区 遇到这名行进怪异的男子 伸出大脚踹车还嚣张呛瞎 说这样做是要提醒骑士离让行人 他就讲说你不知道现在法规是这样子吗 你还不道歉 我只骑过去而已 那边没有方马线 这一串很夸张 还有骑士很稳 没有连人带车跌倒 台市新闻也独家直截 台北市大安区的行车就分 不愿意开走 他妈帮我劝导他开走了 远行到六五线 他的态度很差 他的态度真差 远警都到场的三名男子火气还是很大 你骑我爸妈 我骑我爸妈 不要再讲话 先请他把车开走 这是重点 其他不重要 原来冲突导火线就是身穿背心的干姓男子 看到这辆黑色兵士大辣辣的停在人行道上 没想到上前劝离失败 三人因此爆发口角 台湾发大 我问在一起 你要进去 你要怎么样 围庭错在先 警方依法举发 只是有什么事情不能好好说 非得闹到警方到场处理 真的不是明智选择 据游马线本王家 终后报导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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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